来啦 来啦 全是你爱吃的 妈 来尝尝 尝尝 尝尝我归你这手艺 行了 勉强验了吧 你从这一年多就学成这样啊 你这儿就 这水瓶你还敢到饭店去打工 你胆可真够大的 这不挺好吃的吗 北方人不讲究这个 你 邓君生他爸妈还说我做的好吃 夸我有进步呢 你到邓君生下去了 还给他们家做菜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 就一般朋友呗 你搬朋友 那小子坏着嘛 他们家又是高干 你跟他交往 小心吃亏上班 我想吃亏人家还不让吃亏啊 什么意思 没啥意思 妈 你别操心了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当年那个邓君生啊 和周英子 那就是一对狗男女 搞得乌院张气的 你少搅和进去 听听没有 我来带你了 妈 我吃饱了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唉 哎 什么邓君生回来了 我们的山楂树丫 你为何悲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是说不带了吗 又改主意了 改不改主意是我们的事 这贷款是怎么特批的 恐怕你比谁都清楚 还没怎么着呢 还说起我们来了 你少废话啊 我们是过来办事的 行啊 贷款申请表 还有担保人的资料 拿过来我看看 悲惊户口啊 很了不起啊 可是不好意思啊 您这个悲惊户口啊 还顶不上当年在乐坑插队的农村户口呢 你什么意思啊 您能不能不挖苦人啊 不挖苦谁呢 我说的是正经的话 他这个户口做不了担保啊 为什么 怎么就不能担保了 这国家有不一定 必须是本地的户口才能做担保 英子啊 英子啊 我真是服你了 我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呢 能搬出个孙悟空 或者是二郎神 没想到整出一个孝天犬 你骂谁是孝天犬呢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不是我说的 再说你说你没这金刚钻 你就别懒这慈气活 你要不是孝天犬 你干嘛老盯着人家不放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是 英子 你怎么回事啊 我好心好意对你每次你都这样 你 你放着一真佛你不败 你老共这么一个主 我这么跟你说 好多人求着我做担保 我都不愿意做 我真是奇了怪了 你到底是不是对俘虏好 你说什么 谁不对俘虏好了 你再说一遍 你对他好你跟他再说 你一遍是什么 我不是对俘虏好 你走走 英子 英子 你干什么 你说我干的 这款我们不贷了 走人 你还带谁不贷呢 碧京户口啊你 我气死我了 这件事 我求谁也不会求来父 那现在怎么办 你去过来 俘虏的事情要紧 净人是听天命 反正我努力过了 你就不后悔了 奶奶跟我说过 人强不如命强 没事的 浮路出来 我们还有一亩三分地 大不了就继续种地 我还可以绣花 日子也能过下去 银子 我不像你这样了 你那么聪明能干 我不想让你受苦 青生 这件事就够麻烦你的了 我知道你很忙 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你赶紧去吧 我先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虽然这次事情没有办成 但是你能过来 真的很谢谢 银子 我们不必那么客气 我要赶紧回去了 你多保重 银子 你要好好的 放心吧 哥 你过得好吗 挺好的 你也在外面受苦了吧 怎么瘦了呢 哥 现在呀 瘦了才好看 这次回来你多照顾照顾妈 妈一个人在你 银子 看谁来了 水泽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咱你嫂子跟你说话呢 怎么爱她不如理的 肯定是累着了 银子 你前两天刚看过我怎么又来了 别提了 本来今天要去县城帮你办件事 可是没想到 缘分没到 这件事没成 福罗 对不起啊 你看你这话说 别勉强 别累着自己就就好啊 真能撞 哥 你呆在里面不知道 现在世界变化可快了 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 别让这种人给骗了 水凤 你这是怎么了 说谁谁心里明白 水 水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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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 回来 咱 咱们 咱们回事 你们俩这是 有什么别扭啊 我也不知道呀 也就是刚刚才见着她 那你赶 赶紧去问问问 你放心吧啊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好好说啊 水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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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少假惺惺的 你真为了我哥好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一回来就针对我 真能撞 撞得跟严守妇道似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跟邓京生又裹在一起了吧 我亲眼看见你跟他 又坐在一辆自行车上 还唱着歌呢 你不怕全村人看见啊 你不觉得害臊 我们俩是碰巧碰上的 他回来我根本就不知道 再说了 去县城是他替我借钱 不 是替你哥借钱 替我哥借钱 我哥他待在开手所 他要钱干什么呀 你别拿我哥当幌子 你要是喜欢邓京生 你就跟我哥离婚 你不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 让我们老展姐脸上无光 你知道吗 我跟邓京生之前 真的什么都没有 行 那我答应你 我以后多注意就好了 还有以后呢 你应该不会是喜欢上京生了吧 你闭下猜啊 肯定是 要不你干吗那么紧张啊 我又不会跟你抢京生 水凤 我跟你哥结婚第二天 京生走了之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再说了 我是你嫂子 我都跟你哥说了 我会好好跟他过日子的 你得相信我呀 你以前不还跟我说吗 说 你首先是我的好朋友 才是詹福露的妹妹 怎么 你说的那些话 你都忘了 走吧 借我两万块钱 行吗 别装睡啊 别说你没有 你还真打算帮周英子啊 我给提醒你啊 你这是烧自己草旗 热别人的炕 能得到什么呀你 你少废话 你借还是不借 两万块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你说借就借啊 你小子 一贯是面臭嘴硬 少给我打马慧眼 你还不借 你今儿跟我说句实话 你还爱不爱他 如果你承认 我就借 你瞧 你都不爱他了 你还下血本 你图什么呀 不借 我是为你也好 我担心你受骗 你将来拿什么还我呀 你别看农民老师 他也有狡猾的一面 这么说吧 越老实的人他越狡猾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 咱们既要当农民的学生 还得当他的先生 现在很多农民 我爱他 他 我爱他 我还爱着他 我不怕他不还我钱 我想挣钱 一般目的就是为了他 如果他还要 我会把自己 胡乱哥都送给他 更别提钱这些神威处 我 我就不明白了 你邓京生这么好一条件 你怎么偏偏喜欢 一农村妇女啊 那 那周英子 他 他谁啊他 我爱他 不是因为他是谁 而是我在他面前 我可以是谁 在我心里 他永远是当年那个 像月亮一样 叫我家的女孩 叫我家的女孩 英子 你跟我说实话 你还爱今生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还想考察我 我是真想知道 怎么说呢 我现在 要是能见到他 也挺高兴的 见不到 我也不会刻意去想 这两年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 我能守住我的心了 我只会做 对的事情 只会想 该想的人 你是怎么知道 我喜欢京生的 你去了四川之后 回来 就好像 总在跟我回避京生 不谈论他 还有啊 还有啊 到了北京之后 你住在他们家 你也没有告诉我 你真细心 我呀 确实是喜欢让京生了 这种感觉 你懂得 这段日子 在北京 我呀 费尽心思地去讨好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也没有 不过 他对我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就是 狗咬乌龟 连个下口的地方都没有 我 你让他走 银子 其实 我是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我的将来 你在农村 这么辛苦地挣扎 从来就没有过过好日子 每次 都是刚要抬头 又被压下去 刚过好一点 又从终点 回到起点 这种日子 我不想过 我要离开这里 不管是去县城 还是去北京 只要能离开勒坑就行 周叔 这包是英子的 他落下了 我给他送回来 京生 你和英子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往后啊 就别再来找他了 叔 你放心吧 我走了 金生啊 这么晚了 你怎么回去啊 车都没了 我有办法事 你放心吧 她是英子的女儿吧 对 叫叔叔 叔叔 乖 跟英子长得真像 可不是吗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叫什么呀 妹妹 妹妹 我这叔叔也没带什么礼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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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角星 送给你 嗯 行了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快 谢谢 谢谢叔叔 别客气 妹妹 听爸爸妈妈话啊 婶儿 奶奶 叔 我走了 敬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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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知道你 人好 善良 年轻人难得呀 你啊 要记住奶奶一句话 人好 心好 幸福 到老 我 我知道了 奶奶 您老多薄荣身体 我会回来看您的 好 我走了 你可 你可 那 踩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子 两万块钱借到了 你拿去给福禄勇 希望能圆你们的梦 不用着急还我 惊生 走吧 福禄 张福禄同志 回去好好做人 看你媳妇对你多好 是 再见啊 在 在 还是别见了 同心 福禄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快点 去哪儿啊 不回家呀 干吗那么着急回家呀 我能不着急吗 我一大男人在里面待了三十年了 别闹了啊 我跟你说 先跟我去那个地方 然后我再跟你回家 行 走 去 去哪儿啊 英 英子 这是 什么地方呀这是 快了 来 往这边走 不回家在这儿 转悠什么呀 快点儿 到地儿你就知道了 汽车修理厂 啥意思啊 反正不是修理你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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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禄 把自新车 搁车上 新车 放人车上 不合适吧 哪那么多话呀 让你放就放 拿 拿着 小心啊 别磕坏了 我知道 放 放上去了 啥意思啊 试试 人家的新车不好 想不想早点回家呀 试就是 开车 开车 试车你上来干什么 我就从来没有做过你开的车 三年没开车了 你还会开呢 瞧不起提我 我是国家正式的驾驶员 老师 咱去哪儿啊 乐坑 乐坑 太远了吧 人家的车 人家不高兴 什么人家的车呀 咱家的车 你慢点踩刹车 这是新车 我没听清楚你说谁的车 不是人家的车 是咱家的车 给你买的车 这怎么可能是咱家的车 怎么不可能是咱家的车呀 那你 你哪儿来的钱买这车呀 借呢 你以为前段时间 我忙忙叨叨的东奔西跑的 为了是什么 就是为了借钱买车 不是 我这 有 有点懵你 你在说 你别啰嗦 一句话 这车 喜不喜欢 喜欢 能不喜欢吗 喜欢不就行了吗 我跟你说 我就是让你这个 有正规驾照的司机 开上咱家自己的车 弗洛 你还记得吗 你刚进去的时候 天天睡不着觉 你就担心哪 这以后开不了拖拉机 出来没有正经工作怎么办 你看现在 咱开上卡车了 毕头拉机 乔上百倍 到时候 我跟人家介绍就说 我丈夫 詹福禄 卡车司机 怎么样 多体面呀 你有名字 你 对我这 这真好 好开车 行了 好好开车 一家人来说这些客套 嗯 詹福禄同志 到 朝九乐坑 前进 事儿 真是咱家的 好开车 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一起风发斗掌扬 你唱歌的时候怎么不接吧了 不 不知道 从小就 就这样 滴滴滴滴滴 谁驾的车 哎 江婶 来来来 快快快 你过来过来 那那那车里边坐的 不是那个鹰子 跟浮禄吗 是啊 是 是买辆新的车啊这 好 新卡车 走 咱们赶紧给他报信去 哎呀 马达说一声 走走走 这多好的事啊 走走走 哎 哎 福禄妈 福禄妈 哎 哎 福禄妈 福禄妈 下地了 哎呦 你们家福禄回来了 跟那个鹰子开着一样大卡车 可威风了 是啊 他们开了一辆崭新的大卡车 福禄妈 你可真有福气 啥福气 有福气他坐了三年牢 这不从牢里放出来了吗 福禄妈 你家媳妇可真能干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我搞啥兴了我高兴 我哪有媳妇 我没媳妇 怎么 还没人下呢 你家鹰子是厉害点 可是人家能干呢 瞧人家那小日子过的 你这做老人的就省上心吧 周禄子办事 咱们早领教过了 不就是鸡窝拉屎 投结硬吗 那都是骗人的 哎 这句话算是说到点上了 福禄回来了 你说得累了 这好啊 好好好 爸 回来了 福禄回来了 妈 回来就好 你们都等着你呢 乃乃 你身体还好吧 好着呢 福禄 福禄 妈 回来就好 你们都等着你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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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汽车 知道吗 太大了 四个轮子 大汽车 没瘦 没瘦啊 是啊 里面 火是好着呢 是啊 啊 那就好 来 好多 好多 英子 你到处借钱 就会买这个车呀 对呀 福禄出来 这不就有工作了吗 妹妹 妹妹 快 叫爸爸呀 叫 叫爸爸 叫爸爸 叫呀 爸爸在城里 哥不是爸爸 傻孩子 爸爸从城里回来了 这是爸爸 快 快叫 你 妹妹 你 乖 这 叫爸爸 快叫啊 这 叫 爸爸 爸爸 你 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爸爸 爸 走 我们回家 走啊 别给弄坏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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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大家伙儿 明天来吃饭啊 好嘞 别瞎碰 别瞎碰 把奶奶扶好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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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宛珠 这回咱们就踏上了 真好啊 真好啊 一事 不是点 好 都喂 一会儿把东西放那儿啊 我来收拾 福禄 你啊 先去你妈那儿看看 这几年她肯定特别想你 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有卖乳筋 宋老师说 这卖乳筋特别好 老年人要补盖 妈不是腿不好吗 你想得真皱的 我就不跟你一块儿去了 你带妹妹去吧 行 妹妹 一会儿到奶奶家要听话 记得叫奶奶知道吗 好的 妈妈 真乖 那你们走吧 行 我就去了啊 妈 这是 孝敬你的 不叫你爸 妹妹 叫奶奶呀 叫 叫啊 没 没事啊 来的时候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叫 快 行 行 不叫也爸 我连他妈都不认我 能认他孩子吗 妈 孩子小你 别生气啊 福禄 你从监狱里也出来了 工作也没了 今后怎么打算 我开车 开车 开车干什么 那车不好油啊 你有钱买油吗 英子说可以 拉货 跑运输 英子说 跑运输 你想得容易 咱们这个乐坑 包括乐水镇 屁股打个地儿 哪有货让你拉呀 英子说 英子说 以后在我面前别提他 想一出是一出的 跟他离婚吧 孩子归他 抚养妃归我出 妈 你 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个干啥呀 你为他做了三年牢了 三年啊 多可惜啊 你对得住他 你心里要有数 知道不 那炭火碰一回 你就应该知道他不好惹 你得长记性啊 怎么的 非得等到 你给烤焦了 全毁了 你再回头啊 你什么都完了呀 这个事啊 我真是 我考虑了好长时间 咱从头说啊 你到他们家去倒插门 你为他们家还债 你干干干 你折腾来折腾去 你最后折腾进监狱里了 他怎么了 你在里边抚刑他好着呢 他屁事没有 我跟你说 这个女人心肠太坏了 妈 羹子 对我真的挺好的 我关进去三年 不管刮风下雨 他都去去看我 去鼓励我 怕我出来被别人瞧不起 他给我买了辆车 你傻了吧唧的你 他是怕你被人瞧不起 给你买车吗 他是怕他自己在人面前没面子 你要认清形势 他现在是依靠你呢 你知道吗 他现在名声多臭 我人谁都讨厌他 你上次他领着大姑娘小媳妇啊 搞那个绣花 把人钱全赔进去了 这烦死他了都 他有招 这一回回来你看 靠着蒋革命 靠着蒋革命管大伙借钱 本来人大伙不想借他 可是看见蒋革命的面子 谁敢不借他呀 这个女人招太多了 肠子全是花花 妈你就别骂婴子了 结婚这么多年 他啥样我不比你清楚 再说了这 卖乳精就是他给你买的 他心里面一直惦记着你呢 他惦着我呀 他惦着我早点死 他惦着我们家的钱 你还看不出这个来 他借钱给你买车 俺那啥心 舍孩子套狼 妈 这么多年了 你咋脾气还这么倔呢 改不了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葫芦 爸给你喝一杯 爸 这杯我敬你 来 来来来 葫芦 你最喜欢吃的腊肉啊 多吃点 多吃点 你这几年没在家 鹰子没少受罪 也没少干活 是我对不起的 爸 你看葫芦回来 多高兴的事 你说这些干吗呀 说什么 别说 姐夫 叫我开车呗 好啊 好 学什么开车啊 你看你姐夫 这是正规学校出来的 她不也出事了吗 行呢 满柱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啊 这事能怨俘禄吗 俘禄啊 没事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来 干一杯 来 来来来 爸 尬尬 尬尬 姐夫 我能让村里的小伙伴 坐你的车吗 好啊 这车是咱家的 你能做主 我给你做主了 哥哥 我给你做主了 别吵吵了 你做什么主啊 你以为这个车买了 是让你当玩具玩的 这个车是用来拉货 跑运输的 你二姐买这个车不容易 外面借了好多的钱 再说了 这车天天在马路上跑 这么危险 这万一出点事 那一堆麻烦 爸 你看你 凡事啊 得往好的方便想 照你这么说 那咱们吃饭还怕被掖着 喝水 还怕被呛着呢 笑什么笑 我不是说万一吗 依我说呢 英子这台车买对了 她能拉货 就能进钱不是 往后啊 英子和福禄的日子是 越过越好了 对 我还听你妈说 说咱们门前那颗 死了多数年的大槐树 都发芽了 这可是好兆头啊 往后啊 咱们就翻身喽 来来来来 咱们借着老太太的 这个好兆头 干一杯 来 干一个 行了 干 干杯 来来来 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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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吃菜 你要铁心跟邓精生走啊 你就把他叫来 我让他当众确认和你的关系 我跟邓精生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把他叫来 多难为情啊 那是粗了的人都知道你跟他走了 我这脸往哪儿放啊 咱推一万步说 就别人都不知道了 我能放心吗 我能放心 你就这么 不清不白的就跟他走了 那万一以后 他要欺负你呢 他要骗了你呢 你怎么办 你到那时候你找谁哭去啊 你叫天天不赢 叫地地不灵 你只有死路一条了你 你不懂孩子 那大城市那个男人没几个好东西 妈 你别一杆子打死一传人 我觉得邓精生挺好的 他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好男人 好男人他跟周英子一边勾勾搭搭的 跟你这一边拉拉扯扯的 他跟周英子那可是清白的 这没什么事 妈 我是去跟邓精生做生意 又不是嫁给他 这谁说得清楚啊 我要真能嫁给他 那也是我有本事 行了 妈 你自己好好保证 反正我哥也出来了 有啥事你就去找他 你别提你哥 你哥 还知道这儿有个家呀 他还认不我这个妈呀 他堵了三年监狱出来了 英明说是来看我 连顿饭都没陪我吃就走了 妈 还有你 两年都没露面了 你说你才回来几天呢 你真又要远走高飞 就生我这么一个古老婆子 手在这破房子 我活着还要什么意思 我跟你爹去死了算了 妈 好了好了 别哭了啊 妈我不走了 不走了